- 这一排出租车都是阿珊开的 -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东西是来自一位我喜欢的油管 他的频道名叫小屁孩 马来西亚人 同时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 也是做潮流方面的影片 大家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去观看他的频道 今天有点冷 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话的时候那个嘴巴就是带不上进来 这里我要描述他说的鞋头不应该放了五个错误 因为我认同他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自大 有先有了超贵超限量的单品之后 就开始信心满满看不起别人 有信心是好事 但是你不能把这种自信加在别人的头上 一个鞋头不是看你有鞋子的多少 而是你认识鞋子有多少 我们在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圈子里 聊聊大家能产生共鸣的话题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其实在他的价值观里不只是sticker 其他东西也包含在里面 总之他就是为了买别人买不到的东西而开心 那样是万万不能的 那第二点就是没有预算 我们有的人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下 盲目的追求热门鞋款 到了月底就要吃稀饭过日子了 当然你要是经济条件不错 在合理的价格入手自己喜欢的鞋子还是可以的 我见过一位高中生为了花3000块买芝加哥 哭着求父母帮买 那他的家庭经济条件的属于是一般 如果不能原价入手 花3000块就为了一双普普通通的塑胶 那样做同样是万万不能的 经济不允许就不要勉强 那第三点就是把全部钱都花在鞋子上 因为穿搭其实也很重要 如果把钱都花在鞋子上 却没有搭配的衣服 也是万万不能的 造型的比例再加上新爱的Sneaker 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要是穿一双很帅的鞋 加大喇叭裤那会成什么样 终于有电了 刚才录到了一半结果没有电 所以只能回家了 回家也好 正好外面这么冷 刚才说到你买鞋回来穿还是拿来收藏 你要是拿来穿的话呢 可以考虑买一条合适的裤子拿来搭配 除非你买回来像乔丹系列的篮球鞋 回来打篮球或者运动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收藏就只是放在那里 衣服裤子搭配的话其实不用买很贵 像ZARA H&M还有优衣裤 都可以买到目前流行的款式 而且还能穿出坎爷的风格 那到了第四点就是便宜没好货 有的人就是喜欢贵的 总认为便宜没有好货 各种联名 各种限量 一般鞋子都不会去买 其实穿一些Vans 宽威以及空军一号之类的 都可以很好的搭配 有时候还有折扣 那它贵呢只是因为限量 或者说是商家弄一些什么饥饿营销之类的手法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到了第五点 那就是冲动 我们有时候逛了鞋店 看到一款好看的鞋子就忍不住买买买 买完回家之后又发现不喜欢了 可能一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去搭配 或者是看腻了 结果刚买没多久就丢进了床底 那冲动也是万万不能的 我承认我有这样的经历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买了不穿丢床底呢 好了今天的五个鞋头们不应该犯的错误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有可能冒犯到谁谁谁 那这个并没有要冒犯谁谁谁的意思 这五条里我也有犯过同样的错误 那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在Sneaker的道路上 能够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前行 乔十二 乔十一 乔十 乔十 我喜欢这些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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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谁你从 那里是韦里 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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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两个问题 问你 问你 问你什么英语 什么英语 问你什么 问你什么 在这里等了这么久感觉有点无聊 接下来我还会在纽约给大家分享 美国的街头文化和球鞋生活 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好朋友 希望他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